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二集 而在最近这一轮谈判之前 凯文梅耶尔与张一鸣之间就存在很大分歧 36克此前从知情人事处获悉 凯文梅耶尔的出局可能是因为力主 推动TikTok出售方案 以尽快满足美国政府行政令的要求 这与公司创始人张一鸣想要保住TikTok全球业务完整性的方向不同 更重要的是凯文梅耶尔一度绕开张一鸣和字节跳动美国股东沟通TikTok业务的拆分方案 路透社对沃尔玛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事件 梅耶尔当时可能正是字节跳动投资者阵营所中意的交易后 TikTok负责人人选 他自己或许也抱着这一希望再参与谈判 但这对于张一鸣来说 梅耶尔主导的谈判却是比意见分歧 更需要重视的越权行为 因此身处美国的梅耶尔失去了领导TikTok的机会 在梅耶尔的离职邮件中他自己对此写道 由于美国政府的施压 他理解自己原先加入时要管理TikTok全球业务的角色将发生改变 此前有消息称梅耶尔本来就是字节跳动投资人介绍给张一鸣的 在上述这些事情都发生之后 字跳投资人和甲骨文的联盟 在竞购TikTok的谈判桌上 可能将越来越没机会了 接替梅耶尔站在TikTok全球负责人的 是TikTok美国总经理瓦尼莎帕帕斯 这位与TikTok美国一起成长的女性高管 将继续带领TikTok美国团队 不过TikTok全身Musical来的创始人 后来随着收购加入字节跳动 并担任TikTok负责人的Alex朱骏 尽管他今年早些时候 由于要给梅耶尔或其他潜在高管 让魏尔掉岗到了战略和战头部门 但其对TikTok仍然存在影响力 总之广受各方关注的TikTok交易案 很快就将敲定买家了 不管微软沃尔玛联盟能否喜提超级流量入口TikTok 而TikTok又能否在将来对亚马逊造成威胁 这一世界商业史上的经典案例 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史上前所未有的故事 即将告一段落 但如果张一鸣真的拒绝字节跳动投资人 而将TikTok卖给微软沃尔玛联盟 那字节跳动的董事会很可能就此产生嫌弃 这是不是又给字节跳动的未来埋下了一颗雷